Hello 大家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在软妆卧室的时候 比较容易犯的几个错误 以及它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先说先开始 首先第一点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放了太多过于亮丽的颜色在你的卧室里头 比如把你的卧室涂成红色 绿色或者是明黄色等等的 颜色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在任何其他的房间其实都是OK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卧室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是我们主要用来休息和放松的这么一个区域 如果我们在卧室里头放了太多亮丽的颜色 非常有可能导致的就是 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我比较建议大家做的就是 尽量在卧室选择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颜色 低饱和度的颜色呢 它更加的柔和 比起那些高饱和度的亮丽的色彩来说 它更有让人放松松弛弛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在装饰卧室的时候 千万第一点要注意的是 尽量避开那些非常非常亮丽明亮的颜色 第二点比较常犯的错误就是 忘记在卧室里头增加额外的座位 也就是你的sitting area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首先所有的酒店吧 它们每个酒店的 不管它的房间多小 它都会给你配有一把椅子 对不对 这个椅子可能你平时会需要放你的东西 或者是你坐着要喝一杯咖啡等等的之类的 毕竟这个房间它不是只用来睡觉而已 我们的卧室也是一样的 像你平时出门换衣服的时候 你总不见得把衣服都扔在地上 扔在床上吧 额外的多增加几个这样子的座位 首先它可以很好地帮助你来管理你的这些杂物 比如你床上的那些靠垫 你也可以放在这些上面 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在卧室里头 大家会放的是那种长长的bench 就是长椅 那除此之外的话 如果你的空间够 你也可以放一队这种单人的沙发 有一个小的茶截 也是一个小小的迷你的seating area 如果空间不够的话 一个小靠椅 或者是说一个单独的小的store 就是那种小板凳 它也能够起到去 下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呢 就是你的床品是否买够 这边通常指的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简单 就一层被子 然后两个枕头这样子 甚至于这个被子非常非常的薄 看起来就有点像宿舍 或者是说很像医院之类的这种 就是整个空间让你感觉非常冰冷 床品没有买够 就是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甚至于说 你是不是你的被子没有选对 其实这个非常容易解决 只需要把你的被子 换成那种蓬蓬的 这种有空气感一点的这种被子 看起来比较温馨一点的 这样子的床品 然后呢 加几个小小的靠垫 甚至于还可以在你的床尾 铺上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子的毛毯 你的床看上去就会非常的 温馨舒适柔软 看着就很想让人躺的那种感觉 最直观的也就是酒店嘛 酒店的床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柔软 那下一个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呢 就是跟刚刚那个有一点相反 就是你是不是买了太多的床品 就是你如果买了太多太多太多的这种靠垫的话 你的床会变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这边也可以参考一下酒店的例子 一般来讲酒店就是四个枕头 加上一个装饰性的枕头 五个枕头比较常见的 所以如果在家里要想要装饰你的床 我觉得就不要超过五个枕头 五个是比较好控制的数量 就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大家是否遗忘了你的卧室 也需要一块地毯 那这个呢不得不承认 我自己的主卧还没有一块地毯 但是我一直是在寻觅的过程当中 只是说没有去找到一块非常满意的地毯 因为其实从视觉上来讲的话 有一块地毯它比较好的能够帮助你的家具 有一个巨龙统一的这么一个视觉上的效果 我个人认为在卧室放地毯 它其实已经超越了视觉上的这个问题 如果你的卧室现在是地板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冬天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脚踩在这个地板上 从触感直接的一个体验上来讲 也是地毯会比地板要好一些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 在卧室里头放一块大大的地毯 那这个图也可以告诉大家 如何选择适合你床大小 下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呢 就是床的位置放错 通常来讲呢 为了我们睡眠质量 肯定是不建议你的床头 靠在离过到最近的那面墙上的 尽量的避开那面墙呢 它比较好的能够防止噪音 去影响你的睡眠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比较常见的 有一些床可能它是靠窗放 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床的床板过高 或者是你的床本身过高 把你整个窗户的光线给遮住 这也是不太OK的 我个人是觉得 自然的光线尽量尽量不要对它有任何的遮挡 窗帘除外 当然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床的摆放方式 还牵扯到非常多的风水啊之类的 那如果你对风水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 如果你不太相信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觉得就随着自己的 下一个比较常见的凑呢 就是没有留有足够的储存空间 在你的卧室里头 卧室的储存空间非常的重要 除了那些衣橱啊 close啊这些专门用来放衣服的 这些储柜以外 你还需要一些额外的空间 来储存你的所有的杂物啊等等的 你的被套啊被子的那些换季所用的东西 它们都非常占地方 以及你的那些靠垫啊 各方面的装饰物品 所以千万千万大家不要忽视 卧室的储存空间 通常来讲你可以选择那些床底下 有额外储存空间的那些床 这就非常的实用 如果你的床太矮了 没有办法放这些东西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买一些 有储存空间的椅子 比如说这种小的方凳里面 可以储存东西的 以及那些长椅那些bench 它打开里面也是可以放东西的 之类的这种自带储存空间的家具 就是一个非常实用 也是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你卧室相关的那些线 有没有藏起来 这边的线可能指的就是 你的电视机下面那些线啊 你的床头灯的线啊 你的手机线啊等等的 其实任何房间都是有这个问题的 一旦这些线暴露在外面 缠绕在一起的时候 你这个房间装的再好看 我觉得都要大把折扣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装之前 一定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暴露在外面的线 记得要把它们好好的收起来 下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呢 就是大家过分的注重去选择 你的床的床板本身了 我是非常理解 床板它是一个提前个人选择 个人品味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在你的卧室里头呢 我是个人比较建议尽量弱化你的床板 它不要太突兀 如果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突兀 很吸睛的这么一个存在的话 它会打破你卧室的视觉平衡 床这个东西一般买了 是很多年都不会换的 为了打造一个让你满意度 更持久的卧室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慎选你的床板 千万千万避开那些非常花哨啊 非常复古或者是非常宫廷风的这种 这种床板 它真的会限制你整个房间的室内设计风格 以及它也会限制你后续可能会 对房间进行的任何的改造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 YouTube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哦 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转发 或者是留下你的评论 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的动力来源 谢谢拜拜